这个干活 干以身汗很正常 对 你别以为是吃饭 吓我一跳 二位都是我师哥 恳云龙李云杰 二位下去休息一下 这场又把我们鱼儿仨换上来了 我们鱼儿仨很少很少在一起演出 对对 今天又是跨年 在我们德文社跨年啊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什么 说我师父和于大爷 跟谁演 群口就说明要捧谁 这都是民间传说 我看出来了 要捧我 要捧我 你还用捧 你红不了 不用捧 得稍微捧一下 稍微捧一下 我呀跟这个三哥 三哥是去年的今天在这儿 大红大紫 八马罐 对了 八马罐嘛 我们在后台特别的羡慕 那会就立下一个誓愿 怎么说的 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于大爷 跟我师父 再演一次八马罐 不可能 咱们给回了 您这个 他已经红成这个样子了 咱们不用再八马罐了 对 他用不着跑了 虽然 咱们仨 咱们仨 你听人这 这老河南的北京话 咱们仨 您别老捧我底 行不行 什么叫老河南的北京话 没人知道 没人不知道 我纯纯地捞背景 这个销说得可重 我们仨 虽然今天啊 不演八马罐 但是能够在一起演出 就很开心了 叫做鹏 就很高兴了 我来德云社多少年了 我听到朋友说 你来德云社多少年了 我呀 我今年第17年了 你看看 还没有德云社就有他 怎么会 德云社马上 百年老字号了 你看看 各位来着了 我们这是祖传 七辈的买卖 这是第一辈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我的青春 都在德云社 明天就第18年了 对呀 真是的 青春都留在 德云社的后台 也学了很多的东西 前几年我师傅也捧我 让我参加综艺节目 对 让我拍电影 也所谓的红了 就是红了 怎么那么贱呢 你这 不是 这是我的表演风格 对对对 表演风格就是贱 就是便宜 二位得习惯 我早习惯了 继续你的表演 零钱 什么叫零钱 特别便宜是吗 特别便宜 零钱 钢瓣 所谓的红了 钢瓣是不是得存的儿童银行 存钱说一声 咱有人 对对那边 刘杰堂那边 继续您的老包袱 说完了 没事 王姐 您继续套索啊 回来吧孩子 说到哪了 快说到花椒木了 18年了 18年了 对 这些年取得了一点成绩 很好 我看网上有人说 说约翰鹏成绩比他师傅高 准是你自己说的 没有 没有 这个我经常啊 有时候在网上看一些个评论 看一些个帖子 看大家怎么评价咱们 从中能够学习一下 是是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还有不好的呢 对 那就不一一列举了 你告诉我 我去骂他们 不不不 骂不过人家 骂不过人家 对 我新年立了flag了 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去的就是不去 也冲那边刷去 好 别跟孩子说这个 你说你呢 这是群口 我管你呢 甚至啊 有的帖子啊 调不利剑 我不爱提啊 各位 我没说内容呢 您急什么 帮助一下你的情绪 有这样一个帖子 说什么 郭老师和余老师 谁的地位更高 有吧 有这样的帖子吧 我觉得这没必要 调不利剑 成绩是两个人的事 哪儿不能比 对不对 也没有必要比啊 二位 还是年轻 我问你啊 我是你的什么人 老文师啊 我是你师父 对啊 这儿是你的什么人 我大大 对 对吧 你管他叫谦大爷 大爷 对不对 没有师父 哪儿来着大爷 你想这个道理 先有师父 这才有师大爷 否则的话 这个大爷 就是个修车的 你想这个道理 对 有道理 我怎么就修车 怎么说 还是您的地位 更高一些 孩子 你别同志 你大爷说这种话 心里有 师父就明白 没事 大过年 你不让人痛快痛快吗 是不是 在家里不痛快 初恋不痛快 还让人活吗 对吧 我怎么在家里 就不痛快了 我 我倒是在你家里 挺痛快的 再去你小狗 我跟你说 你说你的孩子 师父 您老让 让我在这翻篇 是吗 不重要 你不是斗梗的吗 您二位 在乎我斗梗的吗 您二位 哎 我怎么不在乎斗梗的 我就是斗梗的呀 那 那您说斗梗的好 捧梗的好 因为工作 它是有分工 对呀 您举个例子来说 可能是 我在专业方面 在舞台的把控方面 种种原因吧 也是大家的疼爱 我可能是比你大爷呢 就是 抢个几万倍 但是呢 但是我们 几万 几万呢 翻了您 就是 抢不了多少 抢 抢一丢丢吧 我比你大爷 抢这么一花椒木 也就是 也就是这样 但是啊 我还是很尊重他的 对呀 我们得尊重啊 我还是很尊重 你可比如说 当然这话说了有点骄傲了 好在没有外人 你比如说啊 你看 你别听啊 我凭什么不听啊 要说自己的成绩了 你看 我上过春晚 对 虽说没有你上的次数多 但是我也上过春晚 不讲 上过春晚 我举办过大型的商业 最多的一场 比如在上海 那一场观众 两万八千多人 这也是中国向上史上 没有的 这个我做过啊 你上过春晚 进过万人体育馆 而且你看 咱们带着队伍 全世界的巡演 除了非洲 我没去 是不是 几乎的 我都差不多了 这都是您的成绩 这几样都是我 您这几样 哪样不是我站边啊 我也都在 我是德云班主啊 人家相声皇后啊 打平啊 师父 我以为您多厉害的 说了三个成绩 都有余了 我徒弟多 我 我们家胜口多啊 对不对 我那个徒弟们 有很多的荣誉 我那胜口都拿大奖 得冠军 师父 加油 我加个六啊我 那怎么跟胜口比啊 但是大爷朋友多啊 是不是 整个娱乐圈 影视圈 我都是朋友 我整个下人界 我都是朋友 不对啊 我就是相声界啊 对啊 但是您为什么 跟娱乐圈交朋友呢 哈哈哈哈 说得有道理倒是 嗯嗯 略略拜 还把我绕在里头了啊 略拜略 略拜 但是余老师还有很多成绩 他有什么成绩啊 余老师演过话剧 全国巡演 我儿子的话剧 全国巡演 余老师 拿过澳门影帝 我儿子 我儿子澳门影帝 余老师说国家三级演员 我也看过那个三级的那个 哪儿去 哪儿去 那个演员的片子 我有 啊 不管怎么说 去澳门拿奖 就是我儿子 嗯 这还没法掰一吃 你这玩意儿 是 这都怨你 大年纪 你咱别找不痛快啊 别找不痛快 捧跟着少说话 少说话 我说什么 你啊 我凭什么 干嘛少说话呀 你这就没意思 不是 这说相 你能不了解他 知道吗 他父亲是儿童银行的行长 知道吗 你说这没用 一上班让人大姐躺着 不是 说这没有用 老太太平血 比归比 你别老人身攻击 谁哪有人身攻击啊 没有 别吵架 大过年的 别吵架 谁跟你没吵 你挑着呢 不是 你本身你们就挑着 你还好说人家 就发帖子挑着 这哪 什么 我是干什么了 都是你儿子干 你干什么 行了 你好家伙 他以为他是我儿子 你看见了吗 谁呀 好家伙 我外边一挣 你跟家一吃 你算得意了你 我真吃是怎么着 干嘛呀 怎么着 马罐给我 哪有马罐 到这会儿急了 该要马罐 这怎么还吵起来了 二位 不是 刚才不是就是话赶话 大过年的 我们马上就辞旧迎新了 我们 马上就进入2022年了 怎么还吵起来了呢 怎么 干嘛呀 因为你要哭呢 别吵 丢人不丢人 这么多人 还有千观众 看你二位在这吵架 他们都是花钱买票 看他们吵架来的 这还不好买呢 我告诉你 今天有没有录像啊 有 对不对 还有人会发到网上 明天就有新闻了 你还等他们 明天 今天优酷就有了 你现在上网看就有了 明天上了新闻 有标题 郭德干于谦 撕破杀皮脸 你当话 丢人不丢人 当话 撕破什么脸 撕破什么脸 沙皮脸 这个 说话就像是你师傅 他撕着我 对吗 我救不了你了 废话 他们老拿我这说事 他这就是一个比喻 比喻 一个女人化的形容词嘛 你什么人呢 咱们是一个集体 就叫撕破脸 就是撕破沙皮脸 这我得劝你 你见过沙皮 带着花毛吗 对不对 咱有什么说声吗 咱养过狗 沙皮都是短毛的 你去过去咬他去 您跟我普及这个知识 干什么 对吧 咱就说这事 别吵架 谁吵架了呀 我看见二伯 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不能不够 放心不会 哪没那交情 你不知道 你二位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后辈 晚辈这些心里 都是最棒的 是我们的榜样啊 原来的那么些 经典的作品 对不对 卖武器 我说过 白石会 对 卖布头 我要幸福 我这一辈子 我这系列 全都是经典呀 师父 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您二位当时 多么的默契 再说您二位这个名字 首先它就是捆绑在一起的 郭德纲 于谦 捆绑在一起的 对不对 我跟孙悦 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呀 那你可吃 那以前 冤蓬孙悦 后来那个谁 这都是捆绑到一起 那谁 那谁呀 怎么到人家大师 你过去了 他那搭档死得早 我也忘了 后来老换嘛 对不对 这捆绑到一起的 不能吵架 我们当时吃过多少苦 你二位忘了吗 怎么还炒上了呢 这哪能忘啊 对不对 我们那会儿 啥活都接 也不挣钱 啥活都干 啥活都接 庙会咱也干过吧 师父 那当然了 那你说庙会是好活啊 三十晚上我师父 就睡两小时 初二早上起来 就爬着就干活 你等会儿 三十晚上睡两小时 初一我干嘛去了 初二爬起来跑着庙会 初一我干嘛去了 初一睡一天啊 初二应该挺精神的 干嘛爬着去 爬起来 不是爬着去 不是不是 爬起来 都远 对呀 今天也不能爬着去 爬到车上去嘛 多么冷的天 那会儿 活也干啊 那是 对不对 庙会啊各位 特别冷 那会儿有我 卢云平 烧饼 小辫 我记得小辫那会儿 动得逮逮的 小辫那会儿为了体面 小孩他都知道要脸 羽绒服外套大褂 对 这是要脸吗 这个 要脸 多不容易啊 怎么还吵起来 我记得那会儿烧饼 给您买了一碗馄饨 哦 买什么 馄饨 哦 你听成什么了 买 买馄饨 老北京人说话就这样 有可言 对 接近郑州方言 给您买了一碗馄饨 给您端馄 馄饨 你再说一遍 小辫你再说一遍 烧饼去买了一碗馄饨 我刚才都叫馄饨 咋了 你要这么说 我就听明白了 他叫不叫说了 咋了 你要那个桌 馄饨怎么样了呀 咋了 北京宽恋 给这 给这 哎呀 买了一碗馄饨 买了一碗馄饨 什么 我非给你纠正好了 给他说一遍 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 给您买了一碗饺子 带汤的饺子 是吧 我就想吃馄饨 不是烧饼吗 烧饼是人名字 不是吃的 烧饼 喝馄饨 他得吃 就买点别的吧 买了一碗带汤的饺子 就给您端过来了 那叫馄饨 我的妈哟 反正就是里边有馅 就买了一碗带汤的 有馅的东西 那不行 我也不说饺子了 必须说明白 有馅还是带汤 那是什么呀 那是 你从说元宵啊 酸汤饺子 烧饼那天他没去 那谁买的这碗馄饨 没有了 没有了 孩子 我饿呀 我去买的 我给您买了一碗鸡蛋汤 可以了吗 爸爸可以了吗 你饶了我吧 行吗 那种了 我河南人 我来这儿 这里边没有 这鸡蛋汤里边 没有有皮有馅的那种 你闭嘴 怎么跟你大爷说话 我刚才一直在听你说话 你在干什么 不是 没有这馄饨 我们不显着默契 可好 可好 大姐说来碗胡辣糖 终于来烙香了 可好 哪的人啊 这是烧饼他妈 乐得只掉汁嘛 聊点别的吧 聊点别的吧 给您端过来一碗汤 一碗汤 大冷软我来碗汤 一把馄饨都吃着了 来 央月央月 活不着了 见过月鹏沙坡吗 见过吗 干什么 做新年事没有 两人家起来八 九十了 在那欺负一个小孩 回来吧 干什么 给一碗馄饨 我没吃过馄饨吗 那是 这我们有口音吗 怎么了 回来吧孩子 饺子也不行 鸡蛋汤也不行 俩老一说咱就没完没了 回来吧 咱俩就算 跟他一块蹭个春晚上 那你把我的馄饨吃了 我没吃 他说的呀 蹭过来之后 您说让你大爷先吃 你大爷比我冷 多么的默契 这个画面多么的和谐 我蹭给大爷 大爷说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 本身我们都没提这词 赖我赖我赖我 赖我 我说这是一碗热汤 热汤 大爷说哎呦 哎呦 馄饨呢 大爷说让你师傅先喝 这俩人互相谦让 谁都没喝 这会儿小便从台上下来了 张云雷下来了 哎 张云雷喝了 眼瞅着那个小便就软了 知道吗 暖和过来了 暖和过来了 你说这二位互相牵扎 那会儿的默契呢 那会儿的和谐呢 倒霉就倒霉默契上了 对不对 要是有馄饨我们就不让 一碗汤就让他喝去吧 哎呦 我的妈呀 刚才腰扭了一下 是吧 你看这事闹得 那会儿的默契呢 对不对 刚才还吵起来 我的节目我都不想进行下去了 真的 别去别去 孩子你说的话我还爱听 庙会第二天吃了什么呢 没有第二天了 咱就应了一天 咱就说 不能啊 初一睡一天 初二去的 初三就不挣钱了 初二去就喝碗汤回来 庙会我 哪怕有馄饨也是好的呀 庙会的故事 我就写了刚才那么一点 还有别的呢 好好好 那你再说说 说说 那会儿 饺子什么的 没有馅活了 没有了 让孩子稳定一下情绪 后边你写的是什么呀 我后边写的是 我们为了赚钱 那会儿哪都去 都去哪了 只要是像 不能哪都去 我起过誓 再去着小狗 那会儿 那会儿啊 对呀 那会儿还没开始呢 那会儿 只要有相声说就可以 延庆有一场演出 不给 给二百块钱 不管吃不管住 当天去当天回 多不容易 二百块钱 应了 这会儿来得接了 那是 但是那会儿没有车 两人只能坐公交车 919得上门出发 919 两人坐公交车 还带着助理 我们也浪催的 我跟着去的 我跟着去的 还带着你呢 对啊 我递了两包 你就是助理啊 瞧不起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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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个俩包 我们从德尔门出发 919 我记得很清楚 也挺冷的 两人一上去 司机说 哎 打票 交票啊 于老师第一个 冲后边 嗯 我师父第二个 上来 冲我 嗯 那会儿 多么的默契 我上来 我交了六块钱 那会儿便宜 公交车也没坐 我样个半天 好不容易弄一个座 我说 师父 您坐这儿 两人又互相牵扬上来 哎 让你大爷先坐 我说大爷 您 您先坐 哎 让你师父先坐 那会儿的默契 你坐 我吃那馄饨就行了 这没有馄饨了 没有馄饨了 那不是我吃了吗 你师父坐了 你也没吃 他给你端也是那碗汤 您是想我刚才这段 没有包份是吗 我觉得还能再玩会 别玩了 别玩了 师父 下次演出 第一段 您也带着我 好吗 要不说 听我们的演出呢 你一会儿都不能走神 要不然大伙乐 你不知是因为什么 幸亏刚才那段 我听了 发交通我听了 你要没听 早就过去了 就说那会儿 那会儿就默契 那是真默契 互相牵扬 对 互相牵扬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师父 演出啊 他有一个习惯 就喜欢在台上啊 搁一个小纸条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最早喜欢台上 搁一个小纸条 这段商业机密 都让你给说了 在这儿 他可能 很多节目 他记不住 可能跟岁数有点关系 他记不住 打12年就这样 但是余老师呢 很聪明 两个人就默契啊 两个人 余老师呢 偷偷地用一个 用这个手绢 给他盖住 我用它给我盖上 这叫默契啊 这个 当然这是默契 怕观众看见 我也看不见了 但是您有主意啊 那会儿有主意啊 我师父 假装擦汗 对不对 假装擦汗 哎 盖上 他就记住 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就看见了 对 最早是这么看 年轻了一会儿 后来岁数大了 看不清了 拿起手绢 都以为这上面 有镜子呢 假装擦汗 那次演出的时候 真出汗了 热 拿起来就擦 哎 把这个纸条啊 带上来了 带上 擦到这个 后脑勺上 自己不知道啊 但余老师作为捧根 他这个位置看得见啊 有默契 两个人有默契 说说相声 得刚刚啊 他干嘛了 余老师这个手 哎 往这一拍 手绢一盖 两人继续演 这是默契呀 各位 然后我又能这样看 我还以为 我的词呢 这是两个人的默契呀 说得对 所以说刚才 咱们没必要吵架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们北长演出 每次都是七点半开始演 对 六点半 所有演员都准备好了 是的 七点的时候 如果我师傅没有来 余老师一定 把大罐穿好了 就跟我们说 嗯 别着急 你师傅肯定堵车了 嗯 这是默契 耽误不了 哎 耽误不了 对 我们七点半开始 六点半 所有演员准备好 七点钟 如果余老师没来 嗯 我师傅肯定把大罐穿好了 跟我们说 你大爷肯定喝多了 这是默契啊各位 就在这个舞台上 有一次表演了一个节目 叫《分合王》 想不到的事情 默契默契 对不对 这就是默契 其实白天我就劝他 他再开一篇 我说默契 默契啊 后来我们才明白 为什么我师傅 演出都带着高老师 就是余老师来不了的时候 喝多了的时候 高老师给我师傅捧根 因为高老师不喝酒 不喝酒不会啊 哦 有一次 本的 有一次 高老师也没来 余老师也没来 就我跟孙岳在后台 嗯 孙岳在后台 算是一个捧根的 我师傅没办法了 孙岳来 咱俩演一个 嗯 孙岳给我师傅捧根 捧了一段 哦 下来跟我说 小岳 嗯 孙岳的捧根 嗯 太测了 哈 你这个 这合适吗 这个话 你这样说 所以说 今天我的主要目的 是想跟您说一下 怎么样 我想换一个捧根的 去到这么半天 就这目的啊 你早说呀 就想这个呢 你要一上台 你就说这句话 这会儿孙岳都是 馄饨馅了 老有馄饨干什么 你也不能这么说 孙岳这个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是 没有苦劳还有牢骚 没有牢骚 没有胸毛还有腿毛 是不是 反正这些年来 也不容易再来 很不错了 就好了 是 我觉得不能说是 猪连猪盒吧 最起码来说 俩猪 最起码站在你旁边 我认为好看 对 你不能这样 孩子 你就说 你除了孙岳 你说还有谁能用 你说呢 我想用余老师 那个馄饨的事 你先说 不要再提馄饨了 刚才就是馄饨那一段 所有朋友都掐掉 凭什么呀 我卖的就是这段 太丢了 你说的这可以理解 可能你跟孙岳之间 会有这么小的矛盾 有一些个不太愉快的事情 但是你们两个 每次分钱的时候 不是挺开心吗 是吧 那倒是 就得冲一下 我跟你大家在台上 有时一说 余姐这个余姐那个了 你余姐妈怎样怎样 你大爷可能 也当时不高兴 但是后台一分账 他也乐得都闭不上嘴 我也都忘了 人就冲一样就得了 行了 余人鹏 所以说 不给我换搭档了 别换了 有什么可换的 我跟孙岳也捆绑在一起 对对 你们捆绑在一起 本身都这么多年了 就一直捆绑着呢 你跟他绑那块 你还暖和呢 好吧 暖和是什么 暖和 暖和 行了行了 别磨叽了啊 新年新气象 今儿过年了 大年纪你 后台你告诉他 咱俩分手 对孙岳来说是个打击 是 对不重要 你明天上午再分手 好不好 新年新气象 对过了12点 你再跟他分手 好了 今天这么些观众 别让人瞧咱笑会儿 对 好不好 好 咱这儿 咱们得给大伙儿拜个年 让人看看 说相上的 不是光吵架 不是光说闲板 真有默气 对了 默气很重要 对 明儿仨站好了 智智诚诚 给大伙儿鞠躬 说一句拜言的话 咱们说 新年新气象 祝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好不好 好好好 大伙儿看看 说相上的 多团结 准备好 谢谢各位 预备开始 请大家 万事如意 新年 如意 小事成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刚才是 你师叔说什么来了 从哪开始说 新年新气象 都需要